其實在真實拍攝的時候 其實蠻多場跟媽媽的一些對手戲 真的是很多話語 然後是發自內心裡面講出來的 常常很多一喊咖的時候 我想說這句話也是我曾經對我媽說過 或者是我媽對我說過的 那因為我覺得接這部戲之前也想過 就說該好好來面對跟媽媽的關係啦 請問這次是挑戰眼長胞胎 媽媽也姓王媽媽 媽媽當胎很辛苦 當媽媽真的太辛苦了 真的太辛苦太難了 我覺得可能也是要到現在這個階段才會體驗到 因為跟媽媽也相處了這麼多年 小時候還不了解媽媽為什麼要這樣子管東管西 可是現在才知道 不管是媽媽 所有的父母他們真的是天下父母心 就是即使我們到了七八十歲 父母他們還是會很擔心很關心 對 所以在演的時候 因為這也是第一次 因為之前都是一個小孩 現在是一次來兩個 然後還來了兩個這麼可愛 然後又漂亮的女孩 然後很開心可以跟他們一起共處 然後拍攝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他們 然後我覺得那也是一種緣分 說不出來的緣分 就像為什麼我會投胎到我媽的肚子裡面的 一樣的那種緣分 對 那這次說女兒也有上對媽媽的戲 對 跟媽媽取經 不用取經 就是都 我們也是當事人 對啊 就跟媽媽在互動的時候 我們就是當事人 所以其實在真實拍攝的時候 其實滿多場跟媽媽的一些對手戲 真的是很多話語 然後是發自內心裡面講出來的 常常很多一喊咖的時候 我想說這句話也是我曾經對我媽說過 或者是我媽對我說過的 那因為我覺得 接這部戲之前也想過 就說 該好好來面對跟媽媽的關係啦 這個媽媽真的好嚴格喔 但是仔細在想 其實很多時候 媽媽所表現出來的 其實背後的想法或者感覺是一樣的 只是最後呈現出來的外表 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 有些媽媽就是 都不講壞話 有的媽媽就是滿嘴壞話 我就是那個後子 所以這個媽媽有時候 真的挺討人厭的 我自己都覺得說 哎呀 以前聽說過有這樣的媽媽 真的有耶 那是不是劇中 常常把女兒給媽媽 那嘴巴真的是很 很壞耶 很狠耶 然後 哭 哭是 我覺得是錦華的戲 他非常的投入 而且他常常 會跟導演在討論 關於怎麼樣的表現會更好 就是很多的細節他非常的要求 那我覺得我們好像也都是在拍戲的過程中 一步一步的去發覺 到底要怎麼樣子去卡彼此的狀況 會是最好的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好像 哎 感覺對了 好就跟錦華一起來飆一下 然後兩個人就很壞這樣子 那老師有把舞蹈帶到戲裡嗎 有的我想這是天倫導演找我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我也想要透露一點小事情 天倫導演會找我來演戲是因為 他年輕的時候 他還在學校的時候 他來跟我跳舞 所以說天倫導演從小就是個文青啊 哎呀 你說現在嗎 你說現在嗎 我們改天請他表演一下